哎妈 今天动物节 你做粽子了吗 没做 那快去做呀 你没材料啊 哎呀 请想办法呀 哎 这个呀 只有这个 哎 那这还有一杯 嗯 这跑家里还有芒果 一直没做是因为 一直都没想好 做个啥下的粽子 今天就试试芒果捞 和珍珠奶茶做馅 先给芒果丁炒成酱 用芒果酱做粽子心 芒果捞的里面 还有点稀釉 一种做传统方式 先洗一下 直接包 包粽子 也包饺子难多了 特别是这个质地很软 更难包 我只学会了这种 三角粽的包法 它们调整成三角形 上面粽叶盖下来 左折一下 右折一下 绑绳子 不管怎么绑 绑住就行 因为是烧芯米 所以需要煮了 大概四五十分钟 煮好放点冷藏一下 味道应该会更好吧 已经完全凉透了 打开看看 嗯 凉了芯米就不透了 这种做法应该适合热吃 另一种做法 就是先煮好芯米 再包起来就不用再煮吧 因为食材都是熟的了 也冷藏一下先 剩下的材料 可以就一大桶芒果捞 这够今天一大家的人吃了 放一下冷藏 再做个奶茶粽子 我是这么想的 考虑到奶茶和粽子的结合 把珍珠做成透明的 做法就是把材料里的黑糖 换成白糖 这烫熟的木薯粉 出锅得赶紧拉扯 拉到没有干粉 有延展性 好多人失败 就忽略了这一步 接下来就可以一边追剧 一边搓了 终于搓完了 把多余的粉过掉 还是要先煮 这个做法会比后煮法省事 煮珍珠的糖水 也是用白糖 煮15分钟 焖15分钟 再过下凉水 这个馅儿就用牛奶和茶了 不过得做成固状 我还加了一滴淀粉 炒成爆团倒容器里 放冰箱冷藏定型 然后也是一样的方法包起来 我还加了点蜜红豆 味道会更好 剩下的材料 可以做成奶茶了 透明珍珠版也不错嘛 夏天吃这种冰冰凉凉的 肯定更爽吧 这个自创非常可以的 粽子来咯 看吧 我就说有粽子才会不及的气氛嘛 先来个奶茶下 好吃吗 哇 我的自创饮料粽子厉害吧 林感动是我给你激发出来的 欺负了有我吧 嗯 嗯 嗯